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自从蔡英文总统上礼拜在加州 与美国众院议长麦卡锡会晤后 大陆解放军东部战区 随即在台湾周围展开大规模军演 相关演习今天已经进入了第三天 不根据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就在今天美国第七舰队 也大动作宣布派出 博克级神盾驱逐舰米利24号 靠近南沙群岛的南海海域 展开自由航行任务 可以看到美国第七舰队 还高调在脸书上公布 相关的航行照片 表示要以行动证明 中国大陆违法在南沙群岛 美济交一带的填海造地 不会改变这里是国际海域的事实 未来一样会坚定守护该区的 自由航行权 即使为了守护台海 还有应对大陆的海上扩张 美国除了要在菲律宾增设基地外 两国还将从明天起到28号 展开史上规模最大的兼并兼军演 预计将派出高达1.76万军人参加 没想到军演还没登场 美国就先派出米利二斯号驱逐渐施压 中国大陆和美国接连袖出军事肌肉 台海和南海一带的情势 也跟着逐渐加温 以上最近消息提供给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